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桃园市政府为了降低群聚感染风险 决定暂停桃园市内所有的社区关怀据点 即巷弄长照站的服务 包括共餐健康促进 以及预防延缓失能课程等等 借此全力防堵疫情的扩散 关怀据点的社区长辈 充满活力的长长跳跳 开心的表情全写在脸上 而像这样有趣的关怀据点活动 全桃园共有超过300个 不过近期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因此市府也决定从即日起暂停关怀据点 因应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疫情 那现在我们为了要减少 我们在据点活动的长辈跟志工 这个受感染的风险 那我们市府也宣布从即日起 我们所有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即相用长照站 那全面的暂停服务 那希望我们的长辈呢 就是可以不要到据点来活动 大家多在家休息 那包含我们的共餐 包含我们的健康促进 预防延缓失能的课程 那以及我们志工在执行的这个关怀访试 电话温安等等的一些相关活动 那全面都暂停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桃园市政府决定先暂停桃园市内 所有的关怀据点服务 包括共餐 健康促进 预防延缓失能课程等 而有里长表示 社区长辈都非常支持据点暂停 民将会全力配合政府防疫措施 这些世大人的欢迎都很益地 大家都很欢迎来配合政府的政策 来停止到这次活动 我们世大人也说 我们这个孤孤等等 我们这个疫情如果反和之后 我们也可以继续办 尤其我们关怀计点 才有将近要100人 在那里做活动 我们100人中间 我们不管我们送餐 还是说我们这些长者 我们有个问题 大家都很乐意 很欢迎的心情 来配合我们政府 来停止这个活动 桃园市去年3月 也曾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暂停社区关怀据点 迹象弄藏造战服务 而这次市府考量到疫情持续延烧 社区关怀据点大多是长者 离康离较弱因此决定暂停服务 要减少群聚风险 记者文章军台报道 立委万美林为了因应 布立桃园医院爆发的疫情 并且确保桃园市 1400多家诊所的医疗能量 不被疫情击垮 特地向卫福部争取 45000份N95口罩 隔离衣以及2000瓶酒精 给桃园市医师公会 要发放给桃园市各诊所的 医护人员使用 大货车的车门缓缓开启 里面装的全都是一箱箱的防疫物资 而这些物资全都是立法委员万美林 为了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因此特别向卫生福利部 争取的N95口罩 隔离衣以及酒精 要确保桃园市医护人员的安全 桃园市的诊所 其实大家压力也很大 因为不只是我们民众现在 文艺色变 那么在第一线诊所的医生跟护士 也是非常的担心 于是我就跟我们的薛瑞源次长 来商量并且告知他地方的 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薛次长也很快的 那么就清查了一下 那现在的库存 发现这量是够的 那桃园目前是一个疫情 比较严重的一个地方 所以急需要中央的一个支持 那也很快在一天之内 那薛次长就同意了 要给予我们 四万五千件的隔离衣 以及四万五千个N95口罩 还有相当大数量的一个酒精 工作人员来来回回的搬运防疫物资 一刻都不松懈 而这些物资全都是要送给 桃园市内的基层医疗诊所 而桃园市医师工会 除了感谢立法委员万美龄的积极争取 同时也会尽快将防疫物资送至桃园市的隔诊所使用 一千四百位医师在职业 那当然你每一个职业场所里面有医师 护士甚至其他医师人员 那卫生局每一天是给一个医师十个口罩 外科口罩 但是像这些 N95是以前没有配送 但现在是因应疫情 那所以我们是一天 我们先用一个月的量 每一家诊所配三十个N95口罩 每一位医师跟三十个隔离医 然后两瓶酒精 因为以往不管医院或基层诊所 物资不够都是自行去采购 那有的时候真的是有钱都买不到 桃园市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立法委员万美龄就担心 基层的医疗资源恐怕会因为疫情而逐渐不足 因此透过向卫福部争取四万五千份N95口罩 隔离医以及两千瓶酒精 要力挺桃园市的基层医护人员 记者网络军台报道 位在卢竹区的六幅路 因为临近工业区人潮众多 经常有民众反应 人行道路面不平 对此桃园市议员楚春来也从去年开始 针对整条六幅路上的人行道办理会刊 预计在今年的年终开始施工 要完善行人空间 脏软不平的道路 光用看的就让人觉得危险 路面上的红砖不仅残破不堪 同时人行道上的路数 也因为树跟隆起造成路面凹凸不平 而这样的情形就发生在 卢竹区六幅路的人行道上 严重影响用路人的权益 这段时间我们积极要求市政府 做人行道的改善 这段时间我们已经完工了 南山路一段二段三段的工程 那现在我们积极在推荐 就是六幅路人行道的改善 因为六幅路目前可以说公司行号势力蛮多的 有一些民众进出需要人行道的部分 因为早期人行道比较不平 还有一些变电箱在人行道上 还有一些电感 种种的因素造成人行需要走到马路的情况 位在卢竹区的六幅路 因为临近工业区且人潮众多 因此经常有民众反映人行道路面不平 对此桃园市议员楚春来也从去年开始 针对整条六幅路上的人行道办理会堪 希望要打造行人友善环境 我们要求市政府来做相对的一些改善 所以说短时间之内 我们六幅路会做人行道的更新 以及变电箱的位移 还有一些电电感的下地 让这个人行道维持 让人行能最舒服的通行的宽度 原则上六幅路的人行道改善工程 是否大概同意 原则上如果经费没问题 会在今年的年中来做开工的工作 桃园市政府针对六幅路的人行道 将会进行整体规划设计 并预计在今年的年中开工实作 不仅要修复左右两侧 共长达500公尺的人行道路面 同时也会针对变电箱 电感树木进行规划 借此要完善行人空间 记者 王志军 台北道 去年底由连江县政府文化处举办的 马祖1979阮役中摄影展 在马祖展出时引起多方回响 这次跨海来台 透过和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合作 将在马祖新村盛大展出 期望要带领民众回顾1970年代 马祖的风情 一张一张的老照片挂在墙面上 朴素原始的影像 不仅让来参观的民众细心观察 同时也勾起许多民众早年的回忆 桃园市政府文化局 透过邀请阮役中老师举办摄影展 借此要带领民众回顾 1970年代马祖的风情 那个时候马祖是完全不准拍照的 相机是管制品 因为我是绕金团的议员 水团记录 除了记录这些演艺演员 表演给阿兵哥看之外 我也跟当地的金政府商量说 我可不可以留下一些 马祖百姓的日常生活 没想到40年后的今天 它不但成为一个展览 而且还出版了一本书 那很多马祖的乡亲 看到这些照片非常地激动 因为他认为我记录了那一段 他们空白了 完全不准流营的那个历史 去年底由连江县政府文化处举办的 马祖1979软役中摄影展 在马祖展出时引起多方回向 而这次跨海来台 透过选载马祖人的第二故乡桃园 并与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合作举办摄影展 也出动台马两地马祖人的乡筹 因为我们桃园其实是马祖人的第二故乡 我们桃园有五万的马祖人 那马祖才有八千个马祖人 所以因为当年这个马祖工作比较找不到 所以大量的这个马祖人都移居到桃园来 去年2020的11月现在马祖展过 那马祖展完之后 其实在筹备这个展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知道要有做这样的一个合作 它展完之后就会移展到这个马祖新村来 主要也是这个鼠地的一个感情的链接 马祖1979软役中摄影展 与马祖新村省达登场 而软役中老师的照片 不仅提供民众了解过去和现在的差异 同时也扩大我们观看人与物的视野 欢迎民众于3月21号前把握机会 一起回顾珍贵的历史 记者文中军谈报道 您知道北管音乐的特色是什么吗 北管音乐因为声音洪亮 深受民众喜爱 桃园市政府文化局为了传承北管子弟社团 特别举办大西普祭堂 观圣地军圣诞祭典北管计划 成果发表会要延续大西在地的音乐性阵头 气势磅礴的北管演奏 不仅让台下观众听得过瘾 同时也为大西普祭堂 观圣地军圣诞祭典北管计划 成果发表会拉开序幕 桃园市政府文化局为了传承北管子弟社团 因此在文化部的补助下 要延续传统北管文化 是我们受文化资产局补助来办理的这个 我们北管传承计划的发表会 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传承计划 透过世代的保存 让我们桃园的北管的传承能够延续下去 百年的一个历史 也是我们桃园重要的民俗庆典 那我们希望呢 知道在这些社团当中 有六个这样子学习北管的一个社团 那今年优先的有三个社团 来参与这样的传承计划 在演出的现场我们有看到 许多年轻的小朋友 包括有国小的学生 国中的学生 都来参与这样的计划 您知道北管音乐的特色是什么吗 北管音乐因为声音洪亮 因此深受民众的喜爱 而桃园市政府文化局 透过跟大西普吉堂合作 不仅演出一首首的北管音乐 同时也要推广全台独有的 大西普吉堂社团文化 它有分为福禄跟西匹派 那通常它叫南管而言 它的气势是比较磅礴宏伟的 那因此呢 在传承上面来讲 大家会比较偏好北管这样子的音乐类型 在我们湾圣地均所在的这个大西有三十几个色头 那当中有北管这样子音乐类型的演出也都存在着 因此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北管的传承计划 在大西这里能够继续的来用传席的方式 让大西的这个色头的文化能够继续的流传下去 镇头中的音乐性镇头因为上手不易 又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成团出师 因此近年来也出现人才流失的现象 而桃园市政府文化局 透过在109年向文化部文化资产局申请补助 期望要延续大西在地的音乐性镇头 记者文字军台报道 过去的一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打乱了我们的生活 还好有你有我共同守护这个家园 未来的一年 我们必须要更肩并肩 手牵手心联心 努力共同生活 在议会持续监督市政 在地方继续争取建设与经费 我是桃园市议员郑楚芳 祝福您新的一年新年快乐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餐鱼 桃园越来越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